佈置聚集美元折線圖的話 它會自己產生一個新的模組 並且幫我把程式寫 放在那個module 2裡面 所以你這樣要找的話記得 如果不小心把它關掉 那你就再去module 2裡面把它打開 其實就在這邊 那主要是增加了有四個參數 這個是左邊那條線 上面跟 width 是寬 還有高 不過因為這個程式比較長 所以可能要把它捲到右邊才看得到 OK 那再來的話我們需要把它再畫一個什麼 畫一個就是人民幣折線圖在它的下方 那主要是把 C 欄的這個資料 當然 A 欄跟 C 欄這兩欄的資料 把它畫一個圖 那一樣 X 軸是日期 Y 軸的話是人民幣的匯率 所以當然如果假設 你以後如果遇到同樣的問題 是不是說可不可以把它可能一樣的地方 看能不能把它稍微改一下 所以如果我們其實不重新錄製的話 當然你也可以重新錄製一下 也會有不一樣的答案 那只是說呢 我們假設直接用改的好了 如果用改的話也許把美元折線圖貼到底下 改成叫人民幣 OK 這邊叫人民幣折線圖 然後人民幣折線圖部分的話 當然如果假設我把它改 第一個一定是它的坐標 就 Lapt 跟 Tab 這兩個 把它改成 M11 本來是 M11 改成 M11 這個第一個 那寬跟高一樣所以不改 後面不用動 但是如果我現在這樣直接執行的話 你會發現如果我沒有改Source 直接改那個坐標的話 會不會有人民幣出現 你會發現有東西出來 可是呢 它變成說還是美元對這個新台幣 那主要的原因應該是這個地方 就是Source部分沒改 那跟各位講 那個Source部分的話 其實你假設在同一個工作表 有沒有這個Range的部分 如果是在同樣工作表裡面的話 我是建議這個工作表E有沒有 金探號這個可以拿掉 因為你都同一張工作表 你不用特別標示說你是在哪個工作表 所以其實如果假設你希望金減的話 那連錢的這個符號也不用 因為錢的符號其實已經是絕對未知了 所以你其實改的話可以改成這樣 所以底下也是一樣 但是呢 OK 所以這個是可以改成這樣 但是呢 人民幣好像不是B啦 是C 所以其實你想說直覺是不是把它改成C啦 可是如果你假設改成C A1到C38 我們剛剛有驗證過 好像不對 為什麼 因為A B C會連著嘛 所以如果假設你A1到C38的話 它會連B也幫你加進來 所以畫出來的時候 底下的這個圖好像怪怪的 為什麼 因為它把那個美元也加進來了 所以呢 如果你希望B開B欄的話 其實有另外一個寫法 就是說你不要連著 你可以先給A 就好像我們先選A嘛 如果你先選A的話 那就是A1到A38 那中間會間隔 所以間隔你加一個逗點 加一個逗點 然後逗點的話呢 後面其實你可以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C C1到C38 這樣就可以了 C1到C38 也就是說呢 這個地方 是可以把它隔開 不過關鍵的地方就是 中間加一個逗點 這個很關鍵 好 那如果改成這樣的話 我們來試一下 執行應該OK啦 所以這個地方把它執行 有沒有看到 人民幣折限度就OK了 那你說老師 那如果歐元 應該再來下一個欄位 好像是歐元啦 所以 人民歐元 如果我要畫歐元折限圖的話 那其實 我想應該你可以抓到一個規則了吧 把這邊改 第一個 把sup複製貼過來 改成歐元 有沒有 然後呢 要改什麼地方 其實應該邏輯上差不多 就是把那個坐標 再向下 就是說它的坐標本來是M11 顧名思義這邊可以改成M21 那一樣 坐標這兩個改一下 然後再來的話 這邊改成多少 剛剛是C 資料在C 那歐元在D 所以這邊把它改成D 那日期不動 因為日期都固定的 改的話呢 只有那個 匯率部分 改完之後試一下 執行看看 會不OK呢 執行 有沒有歐元就OK了 所以啦 以時類推啦 你說老師那其他怎麼辦 那總共有十個欄位 十個匯率 所以呢 再來就是 美元兌日幣 來日幣好了 日幣的部分的話呢 是不是也一樣 對一樣 所以你可以整理出一個規則 就是說呢 假如呢 我們希望是全部折限圖 總共有十個欄位的話 十欄 當然你可以不用重複做啦 為什麼 因為它有一個規則性耶 什麼規則性 它的初始值是1 它之後的話呢 就會加10 有沒有 1加10嘛 然後11再加10 那再加10不就31 再加14 對 所以呢我們有一個規則 就是m後面的這個數字 它的初始值 初始值是1對不對 後面的話就幫我加 所以喔 這邊只要多一個變數 其實這個位置部分就搞定了 那第二個的話呢 我們只要能夠解決什麼 第一次是b啦 不過喔 所以同樣的道理 假如說上面的寫法 你要改成跟下面一樣的話 其實喔 我是覺得應該可以改成這樣子 就是把它拆開來 只是把它改成b就可以了 上面有沒有 a1到a38 b1到b38 這個地方 不就可以有一個固定規則嗎 所以呢 假如說它的規則應該是 第一次應該是b c d e 依實類推 所以呢等於說這個 是什麼呢 基本上就是它匯率的藍 有沒有 這b藍嘛 那最右邊的話應該到哪裡 到k藍 所以喔 我們已經整理出 第二個規則 就是呢 只要能夠讓它怎麼樣 按照順序 產生bcd1到k的話 那把那個產生的變數 放在這個位置的話 那不就可以呢 讓它自動去取得它應該要的資料了 那不就可以全部把圖畫出來 所以喔 接下來請各位想想看喔 如果我希望 把剛剛的規則 把它變成什麼 也許美元折線圖 把它再貼一個在下面 改成叫全部折線圖好了 全部 ok 那所謂的全部就是說 十個欄會 我希望呢 一次就幫我畫十張圖 而且呢 由上到下幫我把它排列整齊的話 那應該怎麼做 ok 想想看好了 如果你上面這三個ok的話 那底下應該也是可以啦 ok 那當然 這個地方可能會需要寫個回圈喔 如果假設啦 如果你實在 你說老師我程度不夠好 那我可不可以一個一個慢慢加啦 當然也可以啦 只是說那程式寫得漂亮啦 ok 當然盡可能就是說 能夠讓程式越精簡越好 不過啦 如果有以後遇到問題 盡量先反正先把問題先 先可以先解決再想說如何把它優化啦 所以你們先試試看喔 剛剛是美元 人民幣 ok 然後再來是歐元 那這個部分的程式呢 在雲端白板上面的第幾頁 我看 這邊喔 第六頁地方 人民幣啦 那歐元我就沒加啦 歐元是同樣的道理喔 你們可以自己再把它 這個試著改出來 那再來就是要把 這個底下再加一個全部折線圖 全部折線圖 讓它可以執行之後的話 自動從上到下 十張圖自動幫我把它畫出來 這樣感覺就滿好的喔 那當然以後你要怎麼編排怎麼放啦 其實也都可以 不見得一定要就是有個固定方向 你現在是從上到下 你左右兩個可不可以啊 像底下 我們有個變化題喔 就是可以變成左邊右邊左邊右邊 也可以啊 甚至你可以一二三 一二三 三一張也可以啊 你按怎麼放怎麼放 那這個就是所謂目前很夯的一個 一個技術啊 叫做 叫做Dashboard 叫Power BI裡面所謂的Dashboard Dashboard就是 那個中文意思是儀表板 也就是說喔 你可以把所有的 一些資料 快速變成一個像儀表板的一個呈現 那好處當然就是說 你有儀表板 欸 不是你開車一定要看儀表板嗎 你不開 開車沒有儀表板那你怎麼開 沒有轉速 沒有速度 對不對 沒有油表沒有水溫 那當然呢 你一定 假設儀表板壞掉 你當然一定會 一定會不知道怎麼開車啦 OK會很大 那如果說假設喔 你可以類似同樣的道理喔 如果你在做一些資料的處理的時候 那你可以把所有的資料 快速繪製成圖表 那當然你對於你判斷資料上面 當然有絕對的喔 這個便利性啊 OK 試一下喔 請各位先把那個 剛剛的美元折現圖 改成人民幣跟歐元看看喔 好